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做一个糖醋排骨来吃 我听朋友们说糖醋排骨挺好吃的 然后也叫我做 其实呢我也不会做 我就瞎做吧 我先扯一点葱 今天下过雨 小心一点 别把 不该咬的也拔出来 再扯一点 现在葱终于不用买了 把这个泥把它弄掉 不用把泥巴带回家 带回家脏得很 这天凉了 一下雨就冷 一出太阳就热 秋天应该就是这样的季节吧 可以回家 把这个排骨洗洗干净 有朋友说我到底是读吃还是吃 我也不知道 我普通话说的不好 把这个排骨给切一下 你们听不懂的话就开开字幕 开字幕开不懂 就是说字幕和那个声音相结合吧 我也没法说的很说的标准 有时候打字也打不出来就打错了 看有点 有点来砍啊 能砍大手拘移一点 这个刀砍这个排骨一盖可以 这个板子上取是水 我的天真的要 真的要买个好一点的菜刀了 不然我的菜刀会废 这个刀也是骗人的 你看这个 我开始买回来的时候随便怎么砍 都不会 有这个缺壳 然后砍了一段时间磨了一段时间 就变成这样了 可能它最上面的那一层 就是说用的刚好一点 越到下面就越用的刚不好 开始用就用的好 用久了就又不行 所以表面的功夫而已 红蟹就把这个骨头椰制一下 加点盐 盐有点太多了 少一点 一点姜 再洗一点的这个小葱 我按照大家的方式做一下 看怎么样 把这些黄叶子都不要 把这些黄叶子都不要 放点生粉进去 这样可以热嫩一点 再给它揉揉按摩 我先放这里 椰子一下 去洗洗锅 揉刷锅 洗火 往锅里加点油 把排骨炸一下 最可以了 这个油温高了 有点冒冒烟 我们就把排骨下去去炸 那个葱姜 这个葱姜就不下了 还有这个排骨也有 这个排骨吃的太大个了 这几句也得太大个了 再炸一下 再炸一下 炸到有点点鸡黄就成 炸好把它盛出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炸一下 在我鸡朋友们说炸一下好吃一点 好大块 加点葱和香 加点葱和香 再炸一下 加水去炸一下 再把这个排骨下进去 再把排骨下进去 加点水 水要没过这个排骨 一点的番茄酱 醋 糖醋排骨的话 醋肯定要多一点 蒸车 白糖 这菜应该是我放的最多的一次 放香料放的最多的一次 再一点点叶 叶只有一点叶就行 菜肚就不行了 盖起来慢慢熬 好 我又不知道做的怎么样到时候没吃吗 盖看煮的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菜肚不错 我以为煮的很差 我们把这一挑出来 也不要的东西 香 好没了 再大火吃 没有白醋 有白醋的话最后喷你白醋上去更加好吃 再加酸 已经可以出锅了 这是第一次做 看这应该还可以吧 不至于很差 来开始吃吧 看这还可以 但不知道我吃不吃都来这个味道的 来点排骨吃 不知道味道如何 有 糖醋排骨 嗯 酸酸甜甜 这好吃最好吃就是不下饭 光吃排骨挺好的 那一碗都不够好吃 但是还有家人 我就吃这四块就可以了 太香了 嗯 我以为很差没想到可爱这么好 下次我决定做个五斤的排骨才够吃 这个才两斤的不够吃 这都没肉了 算了 我以后再去找点辣椒吃吧 这吃不饱太少了 嗯 忍不住还是再来一块 吃一块得了 我吃了糖醋排骨之后我才发现 其实很多菜不要辣椒也很好吃 只是我们不会做 做不难 吃不习惯而已 但你只要去尝试去品尝 哪一个菜都好吃 没了